加拿大的苏里慈禁人文学校 还有卡成智成中文学校 则是举办毕业与集业典礼 有很多的华裔学生 有的是从国小或者从国中才开始学中文的 他们从手语演绎 奉茶 还有写感恩卡 也有意培养中文 为父母 为师长奉茶 毕业生表达感恩之情 他们多数出身加拿大 从一句中文都不会说 到现在亲手写的感恩卡文清并茂 年前 我懵懂地进入慈禁人文学校 开始觉得读中文是很难 不喜欢学中文 是你们帮助我度过各种难关 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 因为他们时刻都在关心 而关心注意我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希望我能快乐健康的成长 当我生病时是父母在旁边 无时无刻的照顾着我 当我们考试考察时是父母鼓励着我们 为了报答辛苦养育我的父母 我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们拥有平安 学中文也学习饮水思源 在卡城制成中文学校 笔手语是学生最爱的教训方式之一 大家比较喜欢和大家一起做操 这样的话对孩子们多方面的能力培养 中文培养也是很有帮助的 毕业季节夜典礼 职工手语演绎 带动全场沉浸在善与爱的气氛中 大约新闻这是美职工 加拿大报道